我们先把我们的问题描述清楚 我们在进行一个填口实验 一开始我们第一件步步骤要做的 第一个步骤要做的是把我们的problem described清楚 把problem定义清楚 包括目前的状态 那么所谓Policylicon Dividition 这个制程是这样子的 这个最下面这个代表 Silicon Weaver 那么我们在制造IC chips 包括了的过程 包括了在这个Silicon Weaver上面 进行一道一道一道的一些制程 那么可能包括了几百道的制程 一般来讲三百道到五百道的一个制程 那我们今天所谈的Policylicon Deposition 这一个制程 事实上只是这几百道的其中一道而已 OK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目前的 把他描述一下 把目前的这个问题描述一下 假设现在已经进行到这样 这一道程序了 在在在在在在 已经进行到这一道程序 在Deposit Policylicon之前呢 有一层的Silicon Dioxide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现在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在 在在这一层的Silicon Dioxide上面呢 来Deposit 一层的Policylicon 来Deposit 一层的Silicon Policylicon Policylicon的厚度是3600个Ams 3600个Ams OK 那么 我们刚刚讲过这个Policylicon这一层的制程 只不过是几百道制程的其中一道 但是几百道的制程并不一定每一道的制程都是同样的重要 那么我们在我们这一个Policylicon Deposit 这一个制程在在在这整个过程里面算是重要的 他可他他的他的品质如果没有管制好的话 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整个ICChip的整个ICChip的品质 所以这道程序必须要严格的去 去改善他的他的品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